哈囉大家好我是須雲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這個桃園三節儀的特別轉蛋 70抽保三中一保三姊妹一隻 然後300抽才會保底一隻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他們技能組吧 主動技的話我是覺得算是不差 因為同時有誘敵然後還有減傷50% 那比較可惜的是他的C技沒有疊攻...疊防禦啦 如果他自己有疊防禦的話我覺得他的坦度是絕對是OK的 然後以他被動的話我是覺得就是跟之前的那個女仆美迪亞是一樣的 就是被打之後的下一回合會參與攻擊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打延長戰的時候他可以坦然後增加反擊的能力 然後被動三被動四的話算是給人類英雄隊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被動四的話是給均衡跟技巧型的暴風大幅強化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算是一個可以跨屬性的隊伍啦 就是其實我自己是覺得說他們劉關章三姊妹應該要可以搭 那比較...比較問題的點子是在我們的大姐 我們最後再來講他 那第二隻的話是張飛 張飛的話是人類英雄體力型 那主動技的話主要還是得要看他的... 我覺得還是得要看他的機率弱C如何 然後也是比較可惜是他應該也可以改成人類英雄點安次數加2 雖然關羽已經有了喔 那可是我覺得如果增加在爆發的時候可以在不同時開 然後就可以讓你的隊伍上有七根手指頭的不錯的版面 我也是覺得OK的 然後被動一我覺得還算OK 就是防毒跟破傷 被動二只有到王關一次是稍微可惜一些些的 因為看看南華幾乎是每階層都有 南華幾乎是每階層都有 然後他居然是只有到王關 我是覺得都同為六五應該可以接近一點點沒有關係 那被動三的話就是也是一樣都算是給人類英雄隊喔 這個弱爆彈跟C位力提升 我是覺得這個也都不錯 就是他們兩個可以玩在一起 他們兩個可以玩在一起 就是還有一個不錯的輸出選項啦 就是關羽加張飛 喔我覺得他們兩個可能放一起的話 可以玩出一些不錯的跨處性雜射隊 我是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可能關卡現紅跟綠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可以擺一起出去 那最後一隻的話是最殘念的劉備大姐 那劉備大姐的話 呃第一個問題點就是他的直傷倍率其實不高 我們看看我們的Emilia Emilia的話是直傷300 雖然是沒有克屬性 雖然是打水屬嘛 那我覺得說如果劉備的話 可以上修到全體自身攻擊力大概100 然後對惡魔可能給到200 我覺得就OK 那被動 然後再來就是藍屬性藍色度連鎖 第一個六回合兩回合的效益 其實有一點太少 就是依照現在連鎖的話 我覺得可能六回合可能需要給到大概三回合到四回合的連鎖 然後以及是不應該只限藍屬啦 他應該是要給到可以人類跟英雄也一起玩 喔那他們這樣子的話 他們三個就可以搭配在一起 就打四色關卡 就是最後一個點的話 可能就隨便配個一隻人類英雄的角色 就OK 我覺得就OK 就是可以有一個不錯的輸出版面 然後我覺得玩一些雜射隊啊 然後或者是關卡做球關 他們三個就可以一起出去 那可惜劉備因為這個 只有藍屬性藍色珠連鎖啦 所以變成有點受到壓縮 而且是壓縮蠻大的 就是從可玩性的 可能可玩性可能是他們三個防一起 變成說他的可玩性大概下降了70%之類的 我覺得是差蠻多的 但不過他的被動了 其實紅藍愛心射珠不受無效化 這個部分其實還蠻受做球影響 如果像以前的那個 就以前的那個初音露西法的那個關卡 被動的話我是覺得 就是一樣都是綁英雄人類 然後被動式也都是要有均衡跟體力 就是也是綁了前面兩隻啦 就是他們三個放一起 他的被勢才會啟動 那嚴格來說 我覺得這個被動式門檻高 然後他給的效益也不太夠 那如果我覺得可以改成說什麼 隊伍有均衡跟體力 那人類英雄是開場跟禁王-6 那我也覺得還比較OK 那被動3的話也一樣都是給人類英雄 那C技也是給人類英雄 好 然後問題來了 他的主動技只有給藍屬性 如果他的主動技也給人類英雄的話 我對於劉備的評價就不會太差 我只能這樣子說 就是劉備的話說具實在的話 我大概只會給到大概3顆星左右 那關羽跟張飛 所以我會給到4顆 4.2左右 我覺得其實是不差 但是不會到一線 但是他們三個 如果劉備可以再修一點點的話 他們三個是可以一起玩 我覺得是OK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來講講這次的機率 那這次的機率的話是0.3 0.3 3個加起來是1% 那其實是跟之前的南華是一樣 就是0.8加0.2 因為他是兩池PU嘛 所以總共1% 0.8加0.2 那我是覺得 至少我不想要抽3個PU啦 對我是覺得這樣有點太硬 就是你看 如果0.8加0.1加0.1 然後出3池 哇操 幹我會瘋掉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啦 這個池子說具實在話 呃 比較偏向有愛時一點點 然後或者是你有一些喜歡玩 特別隊伍通關的人 才會比較需要去抽這池 那 這池的話 抽法 我就是直接這樣跟你講 10抽 不然就是70寶 不要拼300 300太硬了 我覺得300太硬了 如果是壓到200我就可以啦 那300的話我就不太推 300有點太多了 我覺得不太適合 就是頂多到70寶啦 3中1 我是覺得70寶飛一點3中1 也算OK 然後平常也會歪 也會歪一些其他65 還有一些60 當作不動 就比較OK啦 這個池子大概就是 除非10 不然就70 然後標300 大概就這樣 好 那今天的分析影片就到這裡 那喜歡我分析影片 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